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每一宋朝要给习下七地二万两银 转十五地三万银 擦三万银 号称水池 但实际上就是以这个为代价 使他不要发动对宋朝的青江战争 青年后一顶着之后 习不比宁平均了好多年 到1066年习下又开始挑衅 战争不断的继续 长期的战乱使北方地区的农业生产受到沉沉的打击 后来一直到韩琪和樊龙岩被带人学习团领经历护士 樊龙岩是护士了 正式就是韩琪去带兵去进去洗白边疆 就在这种情况下 山龙岩来到洗白边疆 写下了这一首具名的比赛词 比赛词 这首词是指雄匠 而取尽敞凉 虽有开过北庄的基调 在讽则上 敞凉北庄 人口比美于唐人之座 成为宋代比赛词的业犬之座 下面我们来简单地分析一下这首词 这首词 来写日 横阳岩去无留意 师命病神临着起 青藏迷 长野落热 古成碧 这首词 来写日 张龙岩到了云州商人的当年的秋天 他因为这一次到云岩去商人 他总共只得了几个月 到第二年的秋天 他就不再一眼了 所以呢 就是他商人的头年的秋天 这里写写冰赛的黄粮 打准叙手的艰苦的情况 塞下球来奉金义 想穿啊 张龙岩写过六首 以这一句为题目的 于家欧的口血 现在只留下心的这一首 张龙岩写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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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县也就是苏州 或者是他曾经出生的徐州 这些地方因为在南方 都比北方的燕州为地区 到秋天 凡不大不相同 后内地迥然有意 衡阳燕去无留意 司命并生临角起 党史的北宗时期 一眼走围非常荒扬 以至于大燕南飞的时候 都不愿意在这里做短暂的停留 所以大燕往衡阳飞去 衡阳区的飞去的大燕 在一眼这里都不愿意停留 刀剧传来比赛的小时的声音 因为党子最为地区都是沙漠 沙漠 那个秋风吹过沙漠地带 发出了一种特有的声音 2009年还是10年 有一次我去西安 走了一个小飞机 这个飞机呢 竟然还在总图停一停 在临下回出自主区的五中停一停 然后再飞到西安 它这一次从五中到西安的途中 就是在空中飞过散布地区 飞机飞得很矮 使我游行一种特殊的经历 在地区中观察到 散布内的沙漠地带 当然了 时间过去了一千年 跟范农燕那时候写的散布 已经不一样 现在散布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发展 要远远高于北宋时期 北宋时期 使命兵神临角起 兵神再加上战地的号角 给他给成一个比赛太有的声响 青藏里长野落日古城壁 长野生息 红人喜城 而城乱的长子中 送得到一个古灵灵的小城 那时候的饮酒 是在小散的保围之中 大家还知道 现在像一眼还是走围有许多小散 我可惜没有去过一眼 那年七年 大七年 我本来在青海讲玩笑 要去经过西眼 然后到一眼去一下 我都已经预定了一眼的 抽票和指数都定了 但是一到西眼 离数都定下大雨 我叫他去比较困难 后来就改了没有去 把那个方言给退掉 长野落日古城壁 写出了这种古灵古代寂寞 写出了这个当时的行事的危机 此的虾片 足久已被加万的 一人为乐 鬼无忌 强官又有爽满的 仍不美将军北法政府内 虾片啊 去取核自己将军 带兵打仗的将领的这个身份 写将士塞地包裹的雄情 和雄情无助的 十年家乡的这种悲苦的心情 首先我们来解读 足久已被加万里 亦为了鬼无忌 这两句啊 最动人性 也是持中的主题 煮酒 是比较底的酒 古人造酒啊 尤其还看得到许多迷信在上面 能给这个酒洗得比较混住的 是比较价格底的 度数也比较低的 而我们现在的一些名酒 像茅台啊 五两爷都是外表看上去 跟真流水简直没有区别 是非常清澈的 而相对的比较低的的酒呢 常常是成为煮酒 煮酒一杯加万里 把古城城门造造的关闭 喝上一杯煮酒 这里的一杯 坐在是不是有特殊的意识 就是这样的很低的酒 也不可能放开 肚皮去喝 只能喝上一小杯 加在万里之外 而一银为乐 一银为乐 一银为乐 是用兑写的典故 乐是在石碑上刻色激公 据后汉书斗行卷记载 斗行击败了白禅语 追到一银山在石头上 那是鸡公而换 一银在现在外蒙古 外蒙古境内的寒安塞 这是历史上 打败热情的敌人 取得成功的 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 现在一银为乐 就是还没有取得胜利 当时啊 一银的银 还很简为 它是古城 所以 藏银那日古城壁 随意 范龙眼居住在银州 走围的许多小城啊 都被敌人手占领 所以一眼成了一座古城 抢官又又 爽满地 在这一副塞上的囚禁途中 大眼成群集队里向南飞去 而宿命的僵尸们 恰藏起居守在宾馆 又跪不得 引起深深的乡筹 所以抢官 抢官就是抢地 就是我们书的筑地 想传这个筑地 是抢筹人发明的 所以后来传入总园地带 抢官又又就是帝子 帝省又又 爽满地 天气已经很冷了 中爽满地 这首词啊 都上去 深调地沉 风格成于北凉 其实这悄悄反映了 尊重江云帅的 整色的心境 塞坏 荒凉 寒苦 就你大眼离开这里 都不肯回头 何况是人 食品之人 你家外里 又跪不得 一杯煮酒 真晓得了 外里的想愁 人不眉 将军白发 将军白发 将军头上的白发 平常反来复去 睡不着 四中的将军 写得有信有弱 他既有冲高的使命感 又有浓厚的人情味 很像汉套的非将军李广 但宋代的皇帝 却不能跟韩武帝相比 宋朝在军事上 跟帝国相比 是比较弱的 新竹成宏的持戒 评论这首词 一副军塞图 以保管于 长颖乐日 十字之中 他人设下是罪共 罪斗 不以此种 富有此其境 这是啊 此当中 较早出现的一首冰赛词 冰赛词 唐伟长老师 唐宋史简设也说 此首 供手笔而作 其须塞下囚禁之衣 焉去 而仍不得去 予以启然 私命善于 这些塞下的景象 长忙无际 令人百感皎洁 其让那日 骨疼自闭 其欺魄之大 正与风吹草地 鸡牛羊 同妙 风吹草地 鸡牛羊 是吃了狗 当中的句子 写出了那种 长忙北梁 北梁的景象 依然呢 虽然在管内 但是呢 已经跟塞外的 蒙古草原上的景象 有许多相似了 今天暑假 我有幸到改南 张出自治去 去考察了一个礼拜左右 清安看到那个 赶苏那一带的 长忙的草原 在草原上 甚至游到三十七米 四七米高的那个 稿原地带 那个是已经是 青藏稿原的一部分了 也感受得到 我却没到过一岸 因为一岸 跟改朔的距离 就不是很远了 到改南 张出自治去那里 我估计他们 也应该有 某种相似自治 彭老佑说 加之必胜士气 正润文子 欲难未怀 欢投许情 深谈正战武功 有价难归 抢官一致 顶纯月夜的景色 爽华满地 遗憾透过此事情况 叫黄昏日纳子时 犹未欺悲 莫居 这道将军 与三军之愁苦 大病临终而沉痛 为士气如此 何以刻得自身 故为公 爱公 即为崇塞局也 唐老佑听得 对这个词的理解的 够于悲凉了一点 实际上 这里词 谁有思想怀鬼 欺苦的一面 但是大病伶俐 还是欺魄雄伟的 这首词 无论从 题材还是风格上 对于词的传统 都是一种突破 他把词 从酒饼画下 引到塞外边疆 寄讨了北庄的情怀 为宋词 开辟了 展现的审美境界 从而 下开书信 成为豪方词的先生 是一笔也不够的 苏木遮 范仲淹 碧云天 黄叶地 秋色连波 波上寒烟寸 山映斜阳 天接水 芳草无情 更在斜阳外 暗香魂 追吕思 夜夜除非 好梦留人睡 明月楼稿 修读矣 酒入惆怅 化作相思泪 渔街行 饭中烟 纷纷坠夜飘香气 夜寂静寒生碎 珍珠连卷玉楼空 天淡银河垂地 天淡银河垂地 年年今夜 月华如炼 尝试 人千里 回哲门 愁场已断 无犹罪 酒味道 仙城泪 灯灯明灭枕头气 安尽孤眠滋味 都来此事 眉间心上 无忌相回避 这两首词啊 也是范农妍的作品 都被收入了宋词三百首 范农妍总共五首词 倒有三首被选入宋词三百首 口径拿着词的这两只稿 大家也不能看到 后面的这两首词 对后代的词和文学作品的影响 是非常明显的 像这首预见型的纪尾 眉间心上无忌相回避 跟黎清昭的拆下眉头 去伤心头 吸引是对黎清昭影响是很大的 刚才那一首也同样 对这个熟摩扎 对那个西香机的闪子 长庭送别的开头 碧云廷黄化的那个开头 也完全借用了熟摩扎这首词 口径的范农妍 也许因为他的人品特别高尚 加上他的创作成就也很不错 所以数量不多 实际数量很少 因为这五首词流传下来 虽然是很少的 但是质量还是很高的 好 关于范农妍 我们就讲到这里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儿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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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